嗯 今年是第5年压猪头肉了 今天天气比较好 去市场买了个猪头 买了一身排骨,又买了4斤的猪皮 咱们今天做一个压猪头肉吃 咱们先把猪头上的毛再烧一下 把猪头上面烧到这个黑色,用钢琴打掉 把这个排骨剁一下 今天晚上用这个大锅做 小锅有点小,装不下 把这个排骨先焯一下水 猪皮 一起焯一下 焯水的时候,把血沫子撇一下 焯透水以后了,把它捞出来 这个猪头也焯一下 耳朵 和这个舌头 猪头已经焯透水了 把它盛出来 锅里重新化水 先把排骨和猪皮煮进去 准备了葱姜蒜 装上一个料包 里边放着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小茴香 然后把葱姜蒜也装进去 放入料包 糖水 料酒 生抽酱油 放入盐 胡椒粉 排骨和猪皮已经煮了一个半小时了,把它捞出来 现在把猪头煮进去 还有两个耳朵 猪舌 这个猪头开的锅大概需要煮两个半小时左右 把排骨上面的肉拆下来 把猪皮先扔到锅里边,再加热一下 把猪头肉拆下来以后了,切一下 把切好的猪头肉还有拆骨肉,再回一下锅 把煮好的猪皮压到这个底下 猪头肉已经压成了,明天早晨出锅 猪头肉 咱们把它弄开,切一下 猪头肉已经压好了,咱们把它弄开,切一下 咱们现在切一块尝尝 咱们就切一块,切一块尝尝 咱们现在切一块鸭鸭肉 今天第一回,吧? 最后一回可能是 香哦? 谢谢啊,可以吃昂 挺滤口 嗯 吃点不腻昂 嗯 可得有肥腥 有肥腥 有肥腥 肉腥也正好 有肥有腥